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多 三十多 还有大胆的猜到了四十多呢 他到底多大呢 哇 一百零四岁呢 看到这个年龄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惊讶呀 生活中的百岁老人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才不觉得奇怪 那么 是什么原因让他看起来如此年轻呢 也许你会说他很会保养 有特别的养生知道吧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让我来揭秘吧 他叫杰西塔克 是一本书的主人公 这本书的名字叫 不老全 读了书名 同学们有什么疑问吗 也许你会问 真的有不老全吗 不老全在哪里 喝了不老全的水会永保青春吗 你们的读书习惯真好 孔子就说过 尼是思之始 学之端 咱们读书呀 就要从质疑开始 读了书名啊 我们去看看这本书的封面 请你们仔细观察 看看从封面中都获得了什么信息呢 来看看师大副小 朴湘荣同学是怎么说的 看封面 我观察到封面插图的整体颜色暗淡 画面中的女孩 手捧一只蝉橱 只出现身体 不见头 给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我猜想 这个小女孩可能是故事的主人公吧 她为什么 手捧着一只蝉橱呢 朴湘荣同学 仔细观察了封面中的插图 再来听一听 彭亦凡收获了什么信息呢 读了书的封面 我知道了 布老全的作者是美国作家 纳塔利·巴比特 由李唐家翻译成中文版 封面的右下角有一句英文 What if you could live forever 意思是如果能永生 我猜想这本书中可能有关于长生不老的事情 这两位同学真会读书 他们从封面上不仅获得了作者 译者的信息 还能够结合书名和插图 对故事内容进行预测 拿到一本书 看完封面后 我们会去看看封底 这本书到底好不好看 值不值得一看 在封底会摘录一些已读人士的评价 下面来看看布老全的书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了 布老全是一本很受大家欢迎的书 而且适合大人孩子一起阅读 一本这么受大家欢迎的书 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下面让我们翻开书 走进书的序幕 故事开始了 八月的第一个礼拜 是夏天的顶点 也是漫长一年的顶点 这就跟摩天轮停止不动时 最高处的座位 是大轮的顶点一样 在此之前 日子是从舒爽的春天 慢慢爬升上来的 之后就呼的滑向凉意 健浓的秋天了 这个礼拜是非常奇怪的 日出时分显得苍白单调 中午时分过于光亮刺目 日落时分又被涂抹得五彩缤纷 到了夜晚 常常会闪电 但只见电光 不见雷鸣 更不见下雨来消暑 这是些令人难受 窒息 让人萎靡不振的日子 过着这些日子 人总会不知不觉地做出些事 事后又后悔不已 序幕告诉了我们 故事发生的时间 故事就发生在炎热的八月 在八月的某一天 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清晨 梅塔克骑上马 赶往临边村边上的树林 每隔十年 他就要往那片树林里去一趟 与他的两个儿子 麦尔斯和杰西碰头 第二件事 中午 但他没有说找谁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三件事中 都出现了哪些人物 塔克 梅的丈夫 梅 麦尔斯 我们来理一理 这个故事中人物的关系 梅塔克是 麦尔斯和杰西的妈妈 他们姓塔克 我们称他为 塔克一家 瘟尔斯和杰西的妈妈 瘟尔斯和杰西的妈妈 是这片林子的 祖人家的千金 这片林子 都属于福斯特家 我们称他为福斯特家 还有一个就是 陌生的黄衣人 来自三个不同家庭的人 却在同一天 来到了同一个地方 初看起来呀 这三件事没有多大关联 然而 它们却发生在同一个故事里 那么 它们之间会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同学们 请你们根据书封 序幕中的三件事 主要人物 等这些线索来预测一下 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 颜同心同学预测的故事 读了故事的序幕 我猜想故事的内容应该是这样的 麦尔斯和杰西各自有各自的家 它们可能距离比较远 所以十年才会来和妈妈聚会 而它们约定的聚会地点就是林间村 这一次 它们在林间村相聚时 恰好碰到了离家出走的树林主人的千金 温妮·弗斯特 再联系这本书 书名叫布老泉 而泉水一般都藏在深山老林 可能无意间他们发现了布老泉 那个神秘的黄艺人也来找布老泉 走着走着迷路了 就在寸字口问路 然后继续找布老泉 你们的预测 让读书这件事变得更有意思 也让我们更期待故事的内容 一起来看一看布老泉的内容简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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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预测和故事的发展 有相似的地方吗 有或无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故事中的瘟迷 对于喝不喝布老泉水 必须做出抉择 让我们先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如果你发现了这口泉水 喝不喝 为什么 谢谢大家 各位 安家 坦住 专门 调 感谢观看 同学们,你们都选择好了 来看看这几位同学是怎么选择的呢 我会和,因为我对未来充满好奇 如果能一直活下去,见证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多好呀 我会和,因为我看过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 想尽各种办法吃汤僧肉,就是为了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而现在,喝一口不老生的水就能长生不老,喝了而不为呢 我不会喝,因为人要遵循自然的规律 如果喝了泉水,打破了自然规律 会不会有很多可怕的后果呀 站在故事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现在呀,老师要带你们走进故事的第七章 进行快速阅读,去看一看 喝了不老泉水,对塔克一家来说 是福音,还是诅咒 是福音,还是诅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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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一定还沉测在刚才美妙的故事中 现在呀,请你们一边回忆内容 一边根据这张表格 把喝了不老泉水 给塔克一家带来了福音还是诅咒 像老师这样,简练地整理整理信息 开始吧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塔克一家带来的福音有六条 第一条 杰西从树上摔下来没有受伤 第二条 杰西的爸爸被毒蛇咬了没有中毒 第三条 马中枪了却没有受伤 第四条 二十年过去了 塔克一家一点变化也没有 第五条 梅的手腕被割了却没有流血 第六条 杰西吃了毒蘑菇却没有中毒 组证部分有三条 分别是 一 塔克全家失去朋友 所有人都离他们远去 二 麦尔斯的老婆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他 三 周围的人都疏离他们 他们被迫四处流浪 像吉普赛人 第七章 有一千多个字的内容呢 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我们将这一千多个字进行了合理的疏离 整合 提炼出这些重要的信息 不知不觉中啊 我们运用了一种阅读的策略 叫 同整 同整便于我们快速的 有目的的阅读 同学们 现在呀 让你再次做出判断 喝了不老泉水 对塔克一家来说 是福音 还是诅咒呢 好 来听一听之前那两位同学是怎么选择的 我觉得是诅咒 喝了不老泉的水虽然能够永生 但看见自己的亲人 朋友 一个个离自己远去 孤独地活着会很痛苦 我觉得是福音 世界是那么的丰富多彩 喝了不老泉的水 什么危险都不能伤害到我 我就可以探索世界各种奥秘 多好呀 喝有喝的理由 不喝有不喝的说法 那么书中的主人公老塔克 他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让我们跟随着温妮 坐上塔克的小船 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看一看 我相信你 是天命的生活 是花絲,植物,植物 是一部分的鞋 是永远的 是永远的 永远的 像你 你的生活是永远的 你以前是一生 你以前是一生 现在你将成为一女 一天你会生起来 你会有什么重要的 你会有孩子 然后一天 你会出现 就像是一灵的灵状 你会为新的生活 那是肯定的 那是一种自然的 然后是我们 我们的东西 你不能叫它生命 我们只是 啊 你会出现 现在 永远 永远 我只能让你明白 我只能让你明白 你会害怕的 永远的生命 塔克的哪一句话 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许你们都记得这一句吧 死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从未生活过 有 那么现在 我们讨论的 就不仅仅 只是一本书的问题了 而是一个 值得所有人 都去思考的 人生的问题 我相信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 你 我 我们都会去思考 到底 什么样的人生 才有意义 在这本书的第十七章 杰西有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愿望 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谢谢大家 杰西的强烈愿望是什么 对 杰西希望温宁 也喝下布老泉的水 然后可以和他一起 永远永远快乐地生活下去 面对着杰西的热切邀请 问你会喝布老泉的水吗 而之前出现的那个黄一人 又会给故事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同学们 请你们运用 今天学习到的读书方法 质疑 思考 预测 统整 去走进布老泉 静静地阅读 做一个快乐的读书人 好 同学们 再见 做一个快乐的读书人 好 等会儿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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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